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因为她在担心我的伤势 她看见我一直不断地努力 跟我们的队友一直在拼搏 反而我自己也没有在哭 她的眼泪却掉了下来 这份爱是我在外面感受 感受不到的 只有在教会 就是一份家庭的一个温暖 在我18岁那一年 我刚开始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妈妈那时候因为癌症而去世 那时候当领袖一收到这个的消息 他们即刻来到我的家 来安慰我和我的家人 我非常感动他们这样子的付出 牺牲他们的时间和睡眠在我的身上 我真的是很感恩我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 那时候我的学校的朋友 他们因为我的不完全选择的 不去接纳我 然后当我回到来这个家里面的时候 我发现到这里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比我家人更加亲 他们不会因为我的不完全而不去接纳我 反而他们会鼓励我 好让我能够继续的成长 我感谢神因为今天 这个家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有耶稣 让我重新找到我自己的方向 我自己的命定 欢迎欢迎 实际真的过得很快 又是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了 对或许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当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面对各样的挑战和选择 但是今天出席的你 就是蒙福的 敞开我们的心 把一切的事物交给神 找回重新的力量 Amen 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小组是我们温暖的小家庭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小组 相信你将不再是一个孤单的基督徒 无论你是第几次出席我们的聚会 我们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小组 鼓励你几晚聚会过后 就加入我们的小组吧 小组的门永远为你而开 那接下来的读经进度为 立位记十七章到二十七章 继续让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早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如果想拥有大有功效的祷告生活 那我们就要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我们圣经装备课子过后 别急着回家 让我们与神约会吧 没错 所以遇见神的祷告会同样 是在明天下午四点三十分 Message Theory进行 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 得少力量 探望和喜乐 A子仔 你有出席上个星期 第一堂的圣经装备课程了吗 我当然还有出席 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有吧 让我们继续上课 而如果你错了第一堂的课程 别灰心 鼓励你明天下午一样的 两点出席圣经装备课程 声音站的课程如下 101-102圣经班 生命系列课程之五个注词 护养系列课程之小赌场训练 以及领导系列课程之 如何成为好童工 透过一系列课程 必然让我们更加扎根的 在基督的根基里 加油 哇 好消息 盛道生命培训学院开始招生了 哇 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 更加的突破更加实 那你一定要来参加 申请资格为至少幸福两年 能够书写中文 将需要通过入学笔试和口试 开学日期为 2013年的1月21日 每周一支周四是上课的时间 这么丰富的课程只需要你两年 而一年课程为32周 有意者请到柜孩报名吧 另一个好消息为吉他班开始接受另一季的报名了 有兴趣者可以向维恩询问详情和报名 恭喜我们家的Jenny姐妹及自昌弟兄 整天了多一个可爱的宝宝 Jeremy 凌晨 让我们以掌声祝和他们 愿神继续赐福于他们 I am a friend of god 所有在位置上的friend of god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现在就让我们从素衣裳 站立起来 跑到台前来赞美我们的神 多么 I am a friend of god